要先预习一次 你真的隔天去上课 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心里会很有自信 你上课的时候会很有自信 因为你会觉得 我好像都懂一些 老师讲的我都懂 老师讲的我都懂 我上课马上就记下来了 你会很有自信 这是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的效果 一定比被动学习好 你先预习过后 你上课来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主动学习的 甚至老师问你 问什么问题 你上课都可以回答 那是你的自信心 一个人只要有自信以后 学什么东西都会很快 学什么东西都会比别人好 那是自信养成的 不是你的智商比别人好 大家的智商都一样好 只因为你多了一个自信心而已 其实你说我今天上台这边讲 我真的有比下面的爸爸妈妈 还厉害吗 没有 因为我有自信 我敢说这样子而已 其实大家都很优秀 只是有个人自信 没有机会来讲 这样而已啊 那问题 预习可以培养自己的信心 再来第三个阅读 这个就是主动 你上完课以后 老师又给你笔记了 你自己做的笔记 老师又给你笔记了 你要怎么自己去把这些资料 整个融会贯通的整理好 然后变成是你自己的 然后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 就好像刚才你们在讲那个度财政策 你们能够讲出来是用你自己的话讲的 课本上写的是作者他说的 那你要怎么把它了解之后再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 而且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光是好光是这个台湾这个度财政策禁令 这个书可能就看了很多 就你自己所了解的 课本上没写的 你又把它加进来 又说出来 这完全都是你自己的 这个叫做逻辑思考 叫荣会贯通思考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说出来的话 那就是属于完全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了 不管考试怎么考 你都不怕 而且这可以训练你的表堂能力 因为你能够说出来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要来你们要刚来复学的时候 我们来这边上那个什么家长什么研讨的课 然后里面有个课 怎么说数学里面有个数学的表达能力 那一堂课我觉得我觉得有这样的课蛮不错的 因为他那边跟着我原下 他说数学课里面除了将数学能力 后面还有一个数学怎么表达 就是表达能力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算 但是他不会表达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数学 算能够表达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对这个完全都懂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能力很重要 能够把你懂的东西又表达出来说给别人 表示你对他是完全了解 那有的人会算不够再表达出来的话 就表示你完全对他了解 所以说第三个在阅读的部分就是你要把课本上所有的东西 把它消化完以后你还能够再表达出来 用自己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 所以说第三个阅读的部分就是真的是我的逻辑思考 好那你整个把你的笔记都整理好了以后 复述就是说你再把它表达一次出来 那你在你把它表达一次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有的会讲漏掉了 或是突然忘了